为什么中国古事和人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 相离和谐 为什么教育 家家懂得教育 人人懂得教育 教育把社会治好了 教育把国家把天下治好了 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 那么教育里头 释出世间所有教育 无过于端正心念 这根本 而端正心念 那个方法 无过于念阿弥陀佛 就妙觉了 所以 摄迦牟尼法把这个法门 传给他的父王 这是家里最亲的一个人 无量法门里头的第一法了 我们读这段情报要有这个认知 执行一出 无私不办 那我们把心就信念在阿弥陀佛上 永远的心里面 永远的心念 时时刻刻心念 心里头真有 口里面是次要 心里真有是真念佛 口里有呢 不但自度 而且度他 做出念佛的样子 给别人看 这是化他了 去影响别人了 别人看到你很好 你是好人 为什么 你是修行 六度是这样的 这是个菩萨了 菩萨天天念佛求生净土 那净土一定殊胜 要不然菩萨怎么肯这么干 久久就会影响很多人 从一两个人 到十几二十个人 然后到成千成百成万 越影响就越多 那个影响越多 对自己有好处 有好处 那么多的念佛人 跟自己的念佛心相应 这个一定要知道 变发皆虚空皆 所有一切现象 跟自己息息相关 我们完全能接受到 接受到这都市念佛的信息 多好 这是为什么能够定身 佛亲 定时决定 一点怀疑都没有 我希望能够定身 怎么能够定身 我把这个人带回来 绝对我来说